大家好,我是Stan 因为D社的报道风向大变的Namjir霸凌争议 昨天又出现了一名女受害者指控Namjir与其他同学们一起辱骂她的 对自己施加了语言霸凌 虽然搜索公司有火速声明否认 但是韩网的反应非常不好 跟Namjir上同一所高中的A某对媒体表示 这是发生在2012年5月10号高中三年级失误的事情 Namjir那群人当中的一个人讨厌我 且因为这一个理由 包括Namjir的12名同学邀请我到区聊组 他们轮流流言辱骂我性骚扰贬低外贸成绩的内容 根据A某提供给媒体的当时聊天记录里可以看到 长得像猪一样丑为什么这么放肆 是不是因为害怕才想躲看 妓女一样的家伙 等非常严重的内容 Namjir也是在里面对A某说了粗口 而虽然这个取聊组不是Namjir创建的 但A某表示 他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 当时因为打击太大也很委屈 所以将所有事项都勾住了学生会 与他们再不会记录在生活纪录部的前提下和解 以校内服务处分结束了这个事件 因为是学生会的处分 所以他们强迫在老师面前向我道歉了 在Namjir被爆料霸凌之后 Namjir与他的朋友们有联络过我 说想要对我道歉 因为加害者们在过了十年后才想要道歉 所以我给拒绝了 这些加害者们接受采访的事情也很荒唐 而他们在采访中说了与事实不合的内容 到现在也在进行二次加害 对于这个爆料 Namjir的所属公司火速声明 首先公司透过演员以及各种渠道 确认了第二位爆料者主张的内容不是事实 然后有关今天取疗组的爆料 没有公开当时事件的所有事项 也没有前后说明 只是截取了部分内容而已 然后爆料者所说的 一人有试图向爆料者道歉也不是事实 在那个取疗组发生的事情 事实关系非常复杂 也是登场人物们非常私人的领域 而且就像媒体报道的一样 这个事件已经是在学校道歉后结束的事情 所以公司觉得 现阶段透过媒体公开所有过程是非常不适当 这部分也会透过法律对应来确认事实关系 现在恶意造谣的内容 就好像事实一样的被报道 之后就算透过法律程序解开真相了 很多人也会相信谣言 这对Namjia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痛苦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本来还保持了中立 但是这程度的话 不就是公司承认了取疗内容是真的 因为不能说取疗是假的 所以就说是私人领域 私人领域 校园霸凌是社会领域 到底是有多复杂 有多私人的话 都不能亲自公开前后过程呢 然后还说这个事件当时在学校已经以道歉结束了 总之辛苦公司职员们了 哇 到底是多么没出息的话 男生们会集体欺负一个女生呢 所以说是18个混混朋友接受了低设的采访 竟然跟照片里的人数一样 也太惊人了 那位老师也该退休了 今天韩网的反应 一边倒的对Namjia非常不好 所以对于目前为止Namjia的霸凌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出现在ASPA预告海报中的Toba2 7月8号将发表新专辑的ASPA 昨天公开了新专辑的预告海报 而其中集结着这张照片 被视力很好的网友们发现到 这里竟然有 Toba2苏宾.com的名字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上传这个贴文的网友表示 应该就是直接使用了 Toba2之前使用的道具 这种的应该就是委托了 同样的外报美术公司 而外报公司没有好好确认而已 我是ASPA的粉丝 只是觉得SM做了SM而已 在其他预告照片 连少了一个指甲都没发现到 怎么能发现到这个呢 我还以为是SM与Hype的世界观合作 白高兴了一场 哇 不过这是怎么发现的呢 总结一下就是 ASPA新专辑大方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